今天我要试驾的车有点特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就让我小明来告诉你 5个值得考虑它的理由 Subaru Forester GT zinho Corral 先来说一说它的外型 LED 头灯 LED 霧灯 而且这个头灯组还具备随动转向功能 加上全套的极具修现风格的空力套件 别的 SUV 有的它都有 但是这一辆家庭 SUV 呢 在内装表现部分才是我觉得它最亮眼的地方 首先 质感与实际性间距的内装设计 而且还有皮革座椅 这个座椅也是有电动调整的功能 该有的都有 而且所有的按键设计都非常的就手 那重点是这台 GT 版本的 Forreston 呢 这一回还打入了最新的 Panasonic 主机 支援 Apple CarPlay 与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所有主流的这个导航系统 还有音乐播放器都能使用 一击在手 万事接通 不止如此 这辆车的空间表现很厉害 头部空间 肩部空间 腿部空间都异常的出色 而且空间感也很好 这绝对会是你想要做长途的一辆家庭车 而且它的这个植物空间也是非常丰富 前方有很多地方可以收东西 后面呢 你还有这个杯架 这边也有杯架 有Armrest的后 这一个口袋呢 还有三层的设计 加上它还有我国天气之下 必备的后座空调出风口 下方还有两个 USB 的插槽哦 家庭车吗 这辆绝对胜忍 和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 Subaru 的车款在后门都具备了这个设计 Engagement Ring 卡扣设计 能够牢牢地扣住车门 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能够确保这个门框的结构依然满整 还是能够打开车门 但是我觉得它更厉害的在这里 拥有电动委员的配置 它的尾箱容量达到了520公升 重点是它的这个高度非常的足够 如果你是时常需要载大型物件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它绝对能够满足到你 这样还不够吗 它还支援一键倾导六四分离 别说一架就连冰箱它都吞得下 而且你要躺在里面都行 SUBARRO FROSTER E就承续了这个SUBARRO的两大精髓 那就是BOXER引擎以及这个 Symmetrical AWD全驱系统 那我先说一说它的这个动力组合的部分 它搭载的是2.0L的BOXER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56PS 风车能力是196Nm 上面上看起来是相当够用了的 那实际开起来呢 其实这台车它的整体的这个性能 还有动力表现呢 我可以用非常轻快来形容 不管是起步加速还是中段加速都好呢 搭配这个也是SUBARRO自家的 Lineartronic CVT无段数变速箱之下呢 我可以用天衣无缝来形容它啦 就整体的这个反应是非常的直接及时的 然后它的这个CVT呢 还做到这个相当逼真的换挡感 就有一种给你一种加速感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 在我开过的CVT变速箱当中啦 这个Lineartronic它的 在这一方面的这个逼真度表现是最好的 我一踩油门它就马上做个退档的动作 然后带给你更多的这个动力表现 这方面我觉得以家用SUV来说 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带给你一个相当足够的这个动力表现的同时呢 OK 前面有个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台高车身的SUV 它过弯其实是非常的稳定的 OK 那讲回动力 其实我要说的是 它在带给你一个足够够用的这个动力表现的同时呢 它又提供一个相当出色的油耗表现 我这几天开始它我所拿到的这个平均油耗 综合驾驶之下呢 是平均大概11kmh左右 我觉得以一台2.0NA 然后这么大车身的一个SUV来讲 其实已经是很good的一个表现了 OK 所以我现在呢就试试看 尝试开启这个iSight的主动式定速巡航的功能好了 首先它是可以给你调整这个距离的 所以OK 我调整好了 我要最近的这个距离过后 我就开始按这个button OK 那现在它就马上跟这个前方的车子保持距离了 那其实前方的车子是我们自己人的 So Ivan 你可以brake一下你的车吗 OK 它有马上及时停下来 然后 Ivan 继续走 OK So 前方的车子一行走 这个车它就会马上自己去加速 然后做这个前进的动作啦 而且这整个过程其实还是相当自然的 并不会像一些ACC那样它急踩刹车啊 还是急踩油啊那种 比较突兀的感觉 那这个iSight的这个ACC呢它整个是很 稍微比较自然一点啊 就你不会感到不舒服还是正样子 除了ACC 这个iSight还拥有像是车侧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警示 车道偏移警示 前方碰撞预警与自动紧急刹车的功能 而且还这个前方碰撞预警还包含了油门与刹车控制 就是当系统侦测到靠近前方的车子的时候 车子会自行减速 真的要挑剔的话 那就是它并没有Level 2 半自动驾驶技术了 这台车呢 它采用的是SUBARU 最新的SGP 模组化平台 那这个车底架构呢 拥有高杠性以及轻量化的特性 而且它的整体这个质感呢 是非常的扎实 很firm的感觉 加上这个Ferroster呢 还导入了SUBARU 另外一个精髓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SAWD 全驱系统 我们都知道SUBARU 是 拉利赛的这个高手啦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它的这个全驱系统其实它底子是非常厚的 实力是非常优的 这一台车 基本上它也继承了SUBARU 的优良血统 优良基因 那这个SAWD 在日常驾驶 在这种普通的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feel到的很明显的是 这台车异常的摇地 包括我现在开着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 这台车其实尽管它的这个车身很高 但是整台车是重心很低 然后很摇地的感觉 就很planted的feel 加上它的这个Voxer引擎呢 也是同样是低重心的配置 那这个其实就是SUBARU 的一个特性啦 所以呢 这台车它的整体的这个动态 开起来呢 我只能用稳定来形容啦 那我现在开着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可以继续开快的感觉 有一辆这么高的车身 然后其实重量达到1600公斤的SUV来讲 其实我觉得是相当的难得的啦 它算是我开过的当中的 其中一个最稳定的一位的 但是这个SAWD 左右对称全驱系统 它除了带来好的操控 还有很好的这个稳定性以外 它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那就是 我现在转来这里 对呀 它的越野能力 因为这一台Forester GT 它是用有这个被称为X mode的这个驾驶模式的 然后它其实是有三轴模式 不分别是Normal 也就是平常你在市区开的话 你就用这个Normal 它还有一个Snow Dirt 还有Deep Snow很慢 所以在我前方的是一个沙地 所以我就先try它的这个 轻度越野的这个模式好了 首先你要做的就只是把这个旋扭 转去这里 然后这个String 这一边呢 这两边呢 就会显示这个X mode 然后Snow Dirt 也就是说这个轻度越野模式已经是开启了 so 我要做的就只是 闪油门 拜拜方向盘 那很明显我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四轮的这个抓地力 有比较不同了 就和我平时开那种皮卡的感觉有点类似 哇 我上这一种 以对SUV来说 比较高难度的路段呢 它都是轻松应付 稍微比较有石头的地方呢 其实 它真的是 它的那个抓地力啊 那些都能轻松的做到 哇 有点impressed啊 而且我踩油门的时候 我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个扭力 是有在控制住这一台车 在做这个分配的动作的 哇 真的有四驱车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 我觉得也是这个 SAWD的其中一个强项啊 因为讲真的 一般的都会SUV要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不觉得他们能够升任啊 但是这个Forester 它已经是 我觉得它是相当的轻松的 就克服了这一些障碍 它的这个扭力分配也是做到非常的好 维持住了这一辆车的这个抓地力 那我先试试看下斜波 它的突破反降系统是自动开启的 So yeah 完美做完这个动作 OK So 好 我想要去try看更高阶的这个路段了 So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把车子停下来 然后切换至这个 Deep Snow 很MUD的模式 MUD基本上就是烂泥啦 So 泥泥路段 也就是说 OK 我先去寻找一些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路段 So OK 我看到前方有一个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的这个斜波了 我要挑战这一辆车 OK So 这个难度对我来讲非常高的这个 斜波 已经是11度了 这个倾斜度 哇 我觉得这个资讯显示器很好 就是它能够告诉你 你现在上车的这个斜波是有多高 我就这样轻松做到这个路线了 OMG 我没有想到一辆都会型的SUV 然后而且还是用这种monocoque 也就是承载式底盘的SUV 能够轻松克服这一些路段 喜欢去做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呢 我觉得 如果你再找着一台SUV 或许 你可以考虑 Suarro家的这个Forester 这台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有这个360度camera 然后在这个360度camera 你还可以切换不同的镜头 像我在这一种地方的时候啊 我就切换至这个 可以看它左边和右边的这个路况 那我就能够更加安心的去做这个 高难度的动作 OK 系统一侦测到 我在下斜波 它就自己去踩brake 然后慢慢这样子做一个下斜波的动作 突破缓降已经是启动了 哇 它的这个能力真的是 哇 好强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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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Good 对我而言 SUBARRO FOTO設定GT 是一台非常实用的家庭SUV 开它来日常代步 拿来做家用 绝对没有问题 我觉得甚至你要开着它去载货 拉货拿来工作 它都能轻松应付 除了空间与实用性以外 这台车还给到你非常出色的操控 动力表现 稳定性 还有完整的安全配备 这意味着什么呢 开得安心 加上SUBARRO Malaysia 现在还为这台车提供了5年的保固期 让这台车更加值得考虑了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SUBARRO的爱好者呢 又或者是你是SUBARRO的车主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报道 分享你的用车心得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